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跟大三阳和小三阳的区别 对于普通的人来说 就是抑抗炎阳性的病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三五阳性 这就是大三阳 如果把第三项消失以后转化成了第四项 也就是一抗原转成阴性了 一抗体转成阳性了 这就成为了小三阳 那这两个的区别 从以该病毒本身的组分和它相应产生的抗体上来说 区别就在这儿 从育后上来说 大三阳就是传染性更高 小三阳传染性弱 育后呢 大三阳相对来说 持续下去的时候 肝硬化和肝癌发生率高 小三阳相对的就比较低